祝您诗意 我们也希望能够将我们 透过拜佛 若以分别 或是法因 万用心者 此心 是万用分别 又万用心 就无法真正的 占住了 所以我们现在透过 现在这一课 是所有的 常作法师 完全静心这一课 一定是要来用感恩的心 我们感恩整个宇宙 所带来的 是一个 平等 所以也只有从我们自身里面 为什么 静坐 静心冥想 非常重要 但是呢 心一定要完全平等 这就是我们的 第七一诗莫娜的方寸 都已经平衡了 智然而然的 你就会感觉上 在行住坐卧 坐禅 行禅 立禅 卧禅 都是这一份心 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呢 您只要静得下来 接下来我们会透过我们的肾脏 因为肾呢 最重要的 它整个肾 在我们的眼睛里面的当中 你看这个脉络膜 这个重重无尽的 这些非常维系的 因为这些的光体呢 我们如何捶脸八分的时候 要透过我们这个脚膜 因为百分之 九十七 百分之 这维系的这些脚膜 它会透过大致上 因为它的血管少 所以它透过这边的内线 内线 所以你就要捶脸专注 一直点一个点 久了我们的肾脏的气 好 慢慢就调整了 这肾脏线 肾脏线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的当中 我们肾脏呢 这两个肾脏都埋藏在厚实的脂肪层里面 但是肾脏的外皮脂的外围呢 包覆着一层非常坚韧的纤维脏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肾脏 那这个内部里面的组织就是一个水脂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残妙的组织跟奇妙的结构 我们呢 透过在静心的时候 我们如何将这个静脉 因为您走过肾脏 我们在解读的当中 我们透过静下来 静下来的时候 它才能够将我们 路过清的血液给耐热 所以你假设了解到这个肾脏呢 好细喔 你可以看到 我们了解到这些肾脏里面的这些嘴体啦 或者是我们的水脂 这些都是在静坐的时候呢 肾脾脂的嘛 这些很重要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肾脏呢 为我们人类 我们人类的这个腹部的豪扯 这些肾脏也很重要 你要如何开发出来呢 它就像两颗豆子 那每一个长的大概大致了 9到12公分 那它的功能就是 玻璃义的血液 排血水管 这个是荣性的肺脏 调节我们的血量 还有更重要的合成 及生产 生产几种技术 让我们红血球120天呢 快速的生长 生成素和生素 生长扮演更重要的关键角色 就是调节你的血和盐的水平 血压跟血液的酸度 这些在静坐 为什么能够让我们这些阳起呢 因为我们的肾脏里面 这些打出的 从肾脏打出的血液 有三分之一 直接送到我们的肾脏 所以你的肾脏每个小时 过滤超过7公升的血液了 所以这是要非常大的 水中含有的尿素 这些废物 浓度 浓度 都会相当的低了 所以你的肾脏 每一分钟呢 一定从血液里面 剥离出120 120的毫升 所以流止 所以一定要记得 我们重复的吸收 是透过每一分钟 在我们0.5毫升 就会受往到膀胱 所以你假设静下来 我们才能够去串联 串联的时间 那相对很多人在静食的当中 在透过静下来的时候 静坐 快速的转化 血液跟心脏 这是很重要的 希望能够透过今日 我们从肾脏的这些动作 让我们 从我们每一天 因为 从一个晚上呢 将夜间送达到你膀胱的尿内 为日夜 日间生成的尿量的一半 这种现象都是因为脑下 脑下腺 这个抗烈尿的 这个尿素的作用 影响的 因为 这个抗烈尿素 能够提供 我们所谓的 其尿管细胞的生态性 所以我们记得呢 在印度不是有一个 107岁的一个长期呢 就是不吃不喝不尿吗 所以我们懂了这个原理之后 了解到呢 成定冥想 重要是来自于我们的观念 这些观念呢 我们如何将我们的 肾脏 我们像我们的 顺鱼 它就是将我们 这个 收集肾脏的尿液 并排入我们的 鼠腰管 这些整个学艺 供我们的肾脏 来过滤呢 这些都是要透过我们 进行的手 它才能够产生非常细的 所以我们今日呢 从这个 所谓的 小圣战 跟这个大圣战 还有圣运 这些 都是要让我们 有一颗 完全 清静之心 我们才能够 启动我们的 身体里面 那么相对的 我们的 眼睛 也因为我们 懂得怎么去做 进行的动作 那相对的这些 都是我们 通过在进行的时候呢 将我们 每一个身体呢 尤其是在 很多男女呢 因为我们 所谓的 身体里面的 这个 慧音穴 慧音穴 没有进行下来 所以在绿杖里面 有一本叫 大威陀 摩尼 经 这边 你看 一个 维系的 续经 假设是在我们 维系的 这个 电极纤维经 下 都可以看出 这些 情绪我们的男女 所以为什么很多 在 淫乱当中 邪淫啊 造成 无法 改变的 本来是 非常好的命运 但是因为 无法 让脑下 垂体 而且是非太多了 在内在 汧音太多了 所以我们的慧音穴 真的没有办法 达到一个 真正的 如理的 放松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会 这些 危险的问题了 好 我们今天是透过呢 常驻法师他们现在 已经 专注下来了 不断的 透过 念佛三昧 大众 了解到 这个时代 是我们的师尊 一个 真正的 在宇宙当中 揭开了 所有的 洞见宇宙 已经揭开 他特别 说我们在这个时代 一定要专注的 透过 念佛三昧 所要的 你一定要发 菩提心 众生 无边 誓愿度 烦恼无尽 誓愿段 法门 无量誓愿 学佛道 无上誓愿成 也希望我们 所有的 常驻法师 以及我们每一个 出家 中地址 其中地址 由我们 出家人 引领 只要我们的骨架 只要我们每一个人的 心都对你 了解到你我 终究 走到最后 是我 完全白骨 好 所以呢 我们 只有学习骨架的核心架子 它是 地水火风 空见石 终究到后来 还是要回到自身 所以我们的身体里面呢 你要超越 这个身体 创造石像 疗异的 这些工法静坐 我们将宇宙的电磁力 强向作用力 弱向作用力 万有余力 透过一心一意的念佛 能够开在无量光 无量寿 也希望你 能够感受到佛陀的慈悲 所有的各大宗教 所有的人类 只要你学会佛法 不可思议的 只有深入佛法 才能够了解到宇宙如此的好爱 谢谢 那么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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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意识 只要它能够方寸条的好 其实我们从第六意识那 开展出来正确的指挥观 常常我们的阿拉约识里面 都会呈现出圣洁 纯净 柔软 谦卑 相信 觉醒 白净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也就代表清静的种植意思 所以我们所有的一切 就是要唤醒 再唤醒 唤醒我们圆满居住的 这一世家里是累积的 我们处理旁通的 就创造思想世界 脑中的一百倍的思维能力 都严可行 让我们每个当下 透过南无阿弥陀佛 精准 正规 决策在能量 能力当中 圆满解决我们所有的 事件的人 事物的突发 帐篷 我们透过南无阿弥陀佛 再体验 创造 再创造 学习 再学习 创造思想 扬身 灵性 永生不变的 所以我们要从意图当中 设定三摩地内部 发菩提心 让我们的大脑 脑中叶 小脑生物结构 重新架构 无量光 无量瘦 Namu anida Namu anida 一百五 Namu anida